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在等着我的荣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者上场 有请 二十年前的一次错误决定 让如今六十一岁的王国学悔恨万分 如今孤身一人的他每天工作回家后都要面对空空的屋子 心里的话无人诉说 一个炉台一碗米饭是他每天最简单的一顿饭 究竟是怎样的经历让他自责至今 有请 大家好 老师好 大叔您好 来 大叔请坐 大叔您从哪来啊 我们怎么称呼您 我叫王国学 今年六十一岁 我来自贵州西风 我来自我的十七十八年的大女儿 她和其他孩子不一样 她的智力有点自带 智力有点问题 对 我很后悔我当初没有把她保护好 让她丢失了十八年 她小的时候七岁就开始读书 她一年读了四个一年级 也说是那个一二三十五那个字 那认不得 都认不全 对认不得 我就带她去看医生 看医生 去带她去看医生 医生就说 她就是那个 先进性的智力 有点曲线 所以我就想了 我就把她带好 保护起来 保护好 对 就是她虽然读不得书 但她对家里的活还可以 能干家务活 对 看见我们忙不过来的时候 她就去扫地 帮我们做饭 都能做 都能做 对 说话有问题吗 说话没问题 说话也没问题 说话跟我们普通人一样 差不多正常交流 对 就算楼间吃你不行 万一时间嘛 就是一看牛 还要去割猪草 割猪草 她都会做 我们那个地方 葛子很多 有一种葛子 叫做铺人 叫山鱼铺 山鱼铺那个树子 像这个纸头那么大 红红的 那个实际上跟肠红一样的 就是红红的 实际上酸甜酸甜还可以 她去看牛 她就把她弄回来 摘点果子回来 对 把她去回来 那就去见爷爷和奶奶 找爷爷和奶奶 对 她说 爷爷吃胖儿 这样 那听懂事啊 先给爷爷奶奶吃 对 奶奶吃胖儿 她给她妈妈一次 她就先给大人吃 她才吃 她有一个人 你不喜欢去 想偷吃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孩子 还比较可以 虽然读不到书 但是他在家里干活 还很可以 没多久呢 住在福建 我的五弟 等我就要玩了一段时间 她走的时候 她说 秋飞 你读不到书 跟我去 带妹妹 我女儿听着呢 还非常高兴的 咦 还有妹妹啊 那我去看看 当时呢 我就想 我说 我弟弟 跟我是一样的 我的亲弟弟嘛 我想应该没事 但是呢 我就答应了去了 就是让秋飞去福建 对 我秋飞 他这里有一点差 你好好地看待他 他说行 我知道了 他去的时候 他跳起跳起的 很高兴地往前走 他说出来还在后面 在我从来去成员 上了大约有两百多米 两百多米来 我就回来 回来我一回想起 他弟弟到个地方 不是比我家是三里路 两里路 这两千多里路 我回想不行 我就小就转回去 转回去来我就跟着去 我就走在那个街上去 去看了那个 车子已经去了 去了 我回来 我就在想 我怎么那么糊涂呢 我不应该叫他 跟他去吧 我就一直在想 但是已经去了 已经没办法追不回来了 对 追不回来了 他去了没几天 他把那个信 写回来了 写信 对 那时候没有电话嘛 都写信 他说 我们已经到家了 秋分看见他这个妹妹 他很高兴的 在我心里 我一九年还可以了 就放心了 对 我一忧郁地放心 之后来呢 过了一段时间 我有写信去 我说秋分怎么样 他说 带这个妹妹 还可以 他喜欢跟她耍 现在又有一个小弟弟 他跟你喜欢了 他说他 三姐妹们 在这里还玩得很好 这不挺好吗 他说他还长胖了 我听到 我还是讲得可以 过了一段时间 提醒给他 我说 今年 能不能回来 我说今年回来 把秋分 和你们一家人带过来 在我们这里玩几天 他说可以 这到了 冬天的时候 我就写信给他 提醒给他 说今年 我在这里 帮了一个工程 还没做完 我们要27块 才放假 不能回去 我说明年才去 我说行 到了明年 看就去年 退要今年 我就想 就有点疑惑了 已经整整一年多了 都是三月二十八去的 那一年 第二年 也是冬天 就是一年 大半了 你跟那边 就是写信 或者电话联系 对 他就一直在报平安 说秋分挺好的 对对对 但是从来 没见过孩子 没见过 就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去打电话 打电话 打不通呢 打通了不急 你不得喊嘛 我认几天 请三号 打了几次 电话不通 又过了一个多余 打电话回来 三哥 秋分回来了吗 我说他怎么回来的 他跟谁来的 他是他一个人 我说他一个人 他怎么喊着 怎么回来的 他说 那么肯定是走丢了 他说 我骑着那个摩托车 带着秋分的那个神神 去上班 去上班 床子那个人的车 他说 我脚被甩断了 百个人们去医院去 一 就一了半个多月回来 他一个人在家 就走丢了 他说 我还去了公安局 也不知道是怎么丢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丢的 对 他就这样说 他说 我已经去了公安局报了案 去公安局报案了 他说他报了案 这后来 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就打过通了 凡是我们那个地方 打去的电话 它是要显示 打去的都不急 从那去就失去了联系 等于是你这个五弟 带走你大女儿 去福建之后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 再没有见过 这么多年都没见过她 没有见过 打电话后来也挂掉 打电话也没听过她 后来我就想 我秋分丢了 丢了我没有想办法去找 那时候算算秋分 应该多大岁数了 十六岁了 十六岁左右 我就回来跟老婆讲 我说秋分已经走丢了 我们怎么办 我说你在家里 坐牢 再找看这小家老儿的 她们行 我说我去 干活吗去弄一点钱来 我就去做电汉工 做电汉工 我们给江苏的那个厂 做一个大厂房 离生区以后 要六米多个的柱子 把上面的钢板 扛好了以后 还要在上面 才给那个裁缝网 那一天在那钢板上 掉了银条嘛 它先掉了一堆 我这只手就稳住那个 钢板上的那个头 它刚刚一起 那个钢板就滑掉了 滑掉了就把我这个手指都砸掉了 就是现在这个手指的 对 就把我手指都砸掉了 当时我做了半年 我身边还有那个五千块钱左右 就用我那个钱 来把这个手移好了 移好以后 我刚刚到家 我老婆 她说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说 我的手都被砸掉了 她说 你的钱呢 我说我的钱 我做的钱都把这个纸 都移掉就没有了 我心想积累的钱 去找我大女儿 那时候 我二女儿 又嫁去安徽了 二女儿嫁去安徽了 她在家 她在家看见我的手 又找电话 就又哭 我也哭了 我也哭了 她就说 你这种无用的东西 叫你出去找钱 你甚至钱没找你 还说我找电话 我跟你离婚 就这样了 两句话也说 我 没办法就跟我离婚了 所以就变成你一个人过了 到时候我就是一个人 在贵州老家 出不了门了 爸爸妈妈 生病 那针子就去 这个像这么大 她站上去 那个衣服挂在房顶上 她又站上去 没站稳 站稳了 那一切衣服下来 一九六 没站稳 甩在地下 甩在地下就叹了 她起来的时候 要去接受 一个小时 要起来两次 有的时候 两个小时 起来三次 起碎都要抱她去 吃饭 吃饭的时候 用饭的时候 用那个水来喂 我妈妈又生病了 我哥哥和我弟弟 也没在家 我就在家里面 照看我妈妈了 这个我又在想 头上是老人 下面女儿不见 我又怎么办呢 我走了 我妈妈在家里 你生活也不能治你 我想去想来 那个时候 心里更是难过 那个时候 国家 都是有那个 扶贫建房的 那个款子 扶贫建房的款子 我原来是两间 土厢房 我去打工的时候 下大雨 就落来 垮掉了 没有房子住 那我们城里面的 知书 村长 他就说 你的房子塌了 现在有这个 扶贫建房的补助 如果说 你能建 你就自己建 你不能建 我们跟你建好 我们跟你建好 你只有一建 只能住得下你一个人 这我想 我大女儿 虽然她死终了 走掉了 走掉了 我想办法 我要把它 找回来 找回来 把它找回来的时候 我多一间房子 我都给她建一间 基本上有个住处 我说 我自己住 他们就把材料 给我拿来 我就去把那个基础 弄好 弄好了以后 我就自己 每天早上起来 煮早餐 要给我妈妈送去 我把砖 提在里放好 把灰酱 桶桶装好 我才慢慢到那里去 我去砖的时候 我拖油的去 就去得像这么高了 把你拿砖上去了 我就把那个砖 顺着这大的架子 摆起 摆起来 把水泥杀杨放在东西 我就用那个钢筋 用一个提钩 上面栓的顺子 粘在上面 一拖油的砖 放在这个架子上 家族上 把水泥杆做 吊上去以后 又慢慢去 去完了 杀金完了 又下来 后又 又同一个 又吊上去 所以这个房子 盖了多长时间 我一个人 盖了半年多 盖了半年多 对 我那个房子 建了 大有90个天分左右 我吸了三根垃圾 我的一间 我大女儿一间 也二女儿一间 二女儿不是 嫁出去了吗 嫁出去了 她要回来啊 回娘家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她有个住处 她有个住处 我一个人 要承担起 我的这个 父亲的责任 我们农村说了以后 又要当弟 又要当妈 又要当爹 又要当妈 我就要承担这个责任 刚刚建委的三天 我妈妈病又严重了 严重了就贪了 哎呦 走不到了 我们村里的 那看见我 这我妈妈也辛苦 去干不得好 她就 跟我说 王国学 我看你在家里 这个母亲 你 很没有钱 我给你 建设一个活 你去干 那个活一天 只干了两三个小时 我说什么 她要去扫马路 扫马路 每天 王国学 都会骑着摩托车 沿着家门前的路 骑行三公里 去扫马路 每每遇到雷雨 挂风 她总是格外 担心女儿安危 有没有淋雨 有没有挨饿受动 工作之余 她都会下意识地 瞭望远方 希望着 让她挂念 二十年的女儿 能从这个路口 回来 我一直在想 不管到哪个时候 我要把我的女儿 找回来 我这十八年 我对她的亏欠 我对不起她 我把她找回来 我要好好的 美补她 没过多久 我母亲在我家里 就去世了 我就在我家那里 抄办嘛 我当个家 儿子媳妇 以大家的人 我二个家 也是女儿 都以大家的人 花魂》 在扛起来 我家 就是我一个人 我 생각的太困難了 我能体会这种心情 其他的兄弟 都是一大家子人来送 要送我女人 我一不过一不过一不过 所以随着您岁数越来越大 越来越想这个大女儿对吗 是 那怎么找她呢 我就到处打听我女儿 我打听了几年 后来我又打听 给我家有不远 有家姓黄的 她也是走这个小孩 我就去问她 我说你小孩回来了 是怎么回来的 她说我是打拐班的 给我们找回来的 对 找公安机关的打拐班 对 我说哪里啊 她说公安局派出所 你先去报个案 对 我就去我们西风 西风那个行政队 去了那行政队队长 那就说要采雪 对 采雪 我们就去采了雪了 所以现在大叔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 寻找的办法 对 就是采雪了 对 然后等待采雪的比对 然后在家等着孩子回来 因为你也没办法出去 再挣更多的钱 对 我没办法出去 是吧 对 我们来问问各位嘉宾吧 安英明处长 这么多年她一直没有忘记过这个大女儿 大女儿到底在哪里 她过得好不好 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所以这么多年 真的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 但不管怎么苦 她一定要找到大女儿 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帮扶之下 她用一指之力 用了半年的时间 建造了那么一个漂亮的房子 我觉得这种付出就是沉甸甸的父爱 这种父爱 也是女儿这么多年缺失的 所以我们觉得您的父爱 应该得到回报 我们希望今天大女儿能够回来 跟小女儿一起 回到你们这个漂亮的家 让你们重新找回曾经的快乐 我们祝福王大哥 谢谢 2010年的3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联合发布了 关于依法惩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这里面明确规定 儿童少女失踪 要按拐卖来立案侦查 她的弟弟当年 把这个女孩带走 可能需要更详细地了解 就是她带走之后 这个女孩是怎么失踪的 看看在追查 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女孩 谢谢陈局 谢谢 谢谢 好 那大叔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爱心群人团 是怎么帮您找大女儿的 好吗 好好好 来 游戏 好 王国学 你好 我是等着我 学人团的李七月 接到了您在 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 想要寻找女儿的 报名信息之后 我们立即为您 展开了寻找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女儿名叫王静 她是1984年的8月出生的 小名叫秋芬 2001年的5月 在福建省 三名是丢失 女儿的智力有缺陷 她不识字 也不认路 但是会说贵中方言 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 我们立即联系到了 相关警方和志愿者 为您展开了寻找 王国学 你好 2016年 我们祈祷了你寻找 失踪女儿 王静的报警求助信息后 我们迅速采取了你的需要 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控 失踪人求控 进行加低比例 并同时联系了 福建三名地区的警方 进行联合查证 但可惜 移植并未回遍有利线索 多年来 我们从未放弃心脏 直到2018年 库里传来好消息 比如了一位安徽籍的 张庆女子 我们已经联系了安徽省 郭阳市 国安区 进行习助调查 在发现我们 谁内一名女子的血液药 与全国打拐基因库中登记的 王国学的血液药们 一式匹配成功后 我们笔记按照程序 进行量子复检 促进肝王 这位女子家中 当面进行调查和谁 并再次对其采集血液药 与王国学的血液药 进行加急的 两次复合比例 在各地警方 坚持了十几年的努力之下 今天能否为您 带来好的结果呢 加油 等着我 你试试 好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王大叔 加油 请走向希望之门 这二十年我亏欠了太多太多 我这个是做父亲的 没有进到我的责任 只要我的女儿存在 她要不管生什么病 能动不能动 我得把她复得起来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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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cribed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 给我回去 今日这么多年 Нам movements I overcome now 来 我再辞职 谢谢我不哭了 哭了 女儿找到了 对 老大叔不哭了 我慢慢跟您讲 谢谢 好 先上七月座我们介绍一下 在安徽富阳 富南县找到了女儿 当时就是从三明到了安徽 也的确是那个叔叔带着他过去的 也就是说其实是把他卖到了安徽 那两年写信打电话说 孩子在这儿过得很好 跟弟弟妹妹很高兴 还长胖了 可能都是骗王大叔的 秋芬 还认识爸爸吗 认识爸爸 你记不记得我家中了你 记得 记得 记得啊 你给他们讲了吗 我讲了他们不相信 我没有出来 我老婆不叫我出来 想出来 婆婆不让出来 秋芬 你跟爸爸说说 你找到爸爸之后 你想怎么对爸爸来着 叫他上我那边去住几天 是 另外呢我还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女儿所在地的这个安徽警方 和叔叔所在地的这个贵州警方 都有公安民警同志来到了我们现场 那么关于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也都有很多的疑问 咱们先请两边的警方的民警同志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情 有请 有请警察同志 有请 我是安徽省 富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 我叫如亚彪 我们在对贫困人口进行走访的时候 在富阳市富南县 发现了您的女儿 在此之前 由于养家 一直在荒暴躲避 因此 2017年 警方 才发现了这个信息 当时 我们发现了您的女儿没有户口 于是我们就调查了她的来历 并给她采集了些样 随后我们发现 她的基因信息 与您之前登记的信息 比例上 好 谢谢安徽富阳的训练 给我们带来的当地的情况 请坐 来 请这位警官 我叫刘昌伦 是贵州省贵阳市西风县公安局的 一名专制打拐民警 从事打拐工作已经20年 通过当地的描述 我认为 他这个叔叔 有这个重大的作案嫌疑 我们贵州西风警方 将联络这个安徽警方 福建警方 共同合作 一起行动 对其叔叔及其他嫌疑人 展开这个讯问调查 犯罪分子 必将得到应用的惩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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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未来生活还有什么样的盼头 有什么希望 我就是希望我们以后过着很好 很好的好日子 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你们团圆了 未来的生活特别好 我们就值了 我们就高兴了 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 好日子 谢谢 今天也尽管师傅们对我们的关注 我才幸福地找到我的女儿 我非常之感谢 好 大叔 来 好 拿着秋芬回家 带着女儿回家吧 节目录录录 节目录制后 爸爸带着秋芬回到了二十年未回的贵州老家 秋芬见到了爸爸亲手修建的房子 一砖一瓦代表着爸爸对女儿浓浓的爱 与此同时 贵州 安徽 福建警方三地联合 对当年涉嫌拐卖秋芬的涉案人员进行调查 愿天下无拐 更多失散的家庭早日团圆